Odia Jungle 俄国防部表示,美英法发射的103枚导弹中71枚在接近目标时,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击落,称叙利亚防空系统打了一场防空战。 媒体2018年4月14日报道,对于美英法联合对序发起军事打击,俄军方称,美国及其盟友共发射103枚巡航导弹,其中71枚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击落。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,叙利亚军队发布声明称,美英法当地时间4月14日凌晨35时5分,对叙利亚共发射110枚导弹,并称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。 但有部分导弹命中目标,包括在巴泽的研究中心的,旭军声明称,美英法的举动,不会挫败我们的军队,并将支持军队继续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残余恐怖组织。 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,莫斯科时间14日34时12分至50时分,美国军舰联合英国和法国空军对叙利亚军事和平民设施,发起大规模导弹袭击,共计对蓄境内设施发射100多枚巡航导弹和空对地导弹。 俄国防部称,西方国家发射的大部分导弹,都在接近目标时,被叙利亚防空系统击落,称叙利亚防空系统打了一场防空战。 俄国防部表示,叙利亚使用的是前苏联制造的S-125、S-200等防空系统,袭击杜麦尔军用机场的12枚巡航导弹全部被叙利亚防空部队拦截。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没有被用于反击本伦对序导弹袭击,俄国防部还表示,美国及其盟友发射的巡航导弹,没有进入俄罗斯防空区域,包括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明空军基地的空域。